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有点亲 变成有点亲了 咱们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被查刚刚被证实不久 现在又传出震撼性消息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纪委书记 张生民上将被查 还有消息说 另一位上将 也是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刘真丽上将也被查 这就已经是三位上将被查了 最先爆料李尚福被查的 时评家蔡沈坤先生 又有震撼性的爆料 蔡先生说 中央军委委员中纪委书记张生民 也被抓了 张生民在这个位置上出事 可谓没有先例 此前查处火箭军将领和一大批军中将领 张生民都积极推动 叶尔也得罪了诸多军方将领 包括曾提携栽培他的高级将领 蔡先生分析 中央军纪委是军队打火的重要部门 改革后与严先隶属总政治部的军纪委相比 中央军纪委独立性和权威性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根据报道 9月15号 张生民还出席了全军学习贯彻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 及第二批部署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军纪委书记张生民 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亲自提名李尚福 刘真丽描划张生民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现在李尚福刘真丽张生民都出事了 军委的现在一半的人都被抓了 媒体发现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真丽 没有出席9月15号的军方政治教育会议 这非常意外 中共军方于9月15号召开所谓习思想主题教育会议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讲话 中共官媒的报道显示出席该会议的 还有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和张生民 这表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七个成员中 除军委主席习近平通常不出席会议 而只是发表指示外 军委副主席张苗华 及另两位军委委员李尚福刘真丽军委出席 目前李尚福被抓已经坐实 而刘真丽被传也受到牵连 如果张生民刘真丽真的出事 中共军队又将掀起一波震荡 这也表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对军队的整肃规模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刘真丽是中共军队中最年轻的现役上将 具备实战经验 1986年到1987年刘真丽曾参加过对月作战 1986年正是老山轮战时期 年仅22岁的刘真丽随部队参战 张又霞也曾经参加过中越战争 1984年中越边境再次爆发冲突 张又霞以14军40师119团团长的身份 前往前线参与了老山战役 张又霞和刘真丽是中共中央军委中 仅有的两个有实战经验的人 他们一同参与过对月作战 形成了战友和上下级的关系 同样张又霞和李尚福也存在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他们都是红二代太子党 张又霞曾经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 而这一职位随后又传给了李尚福 显示了一种权力传承关系 这说明这几个人之间有着交错复杂的关系存在 多位军方将领被查 这是个严重的信号 表明习近平在军方高层的整肃规模 很可能会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甚至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昨天发表一篇报道 报道援引情报人士的话说 中共中央已经向省部级领导打招呼 说秦刚出事了 秦刚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和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正在接受调查 华尔街日报还说 最近中共对党内高层的审查 主要集中在外交与军队两个系统 习近平最近有点发疯 他最近是疯狂整肃军队 让中共军队诡异现象不断 先是习近平突然撤换火箭军司令和政委 然后国防部长李尚福自8月29号起 就从公众视线中离奇消失 截止到今天 李尚福在中共国防部官网上的公开记录 停止在了8月29号 这已经打破了其不露面的最长记录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李尚福越来越成为国际舆论观众的焦点 在中共不断鼓噪武统台湾之际 围绕着这位中共国防部长的种种传闻 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更让中共政府灰头土脸 有分析说 习近平深信预言之说 他非常迷信 认为火箭军的暗指军人身耐功 陈延不总说有军人身耐功 其不顾国际影响的缺席 国际重要会议是唯恐被代工的火箭军设死 命应白雨见血而亡 记录显示 习近平在最近数月之内密集调整军中人事安排 这位外界政变暗杀猜测提供了新的证据 今年5月 原中共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周京炯 被北京市人大宣布因工作变动调离本行政区域 其北京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现在证实周京炯已到中共西部战区政治部任职 6月28号新任北部战区政委郑璇 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林焕新晋升陆军上将 郑璇此前担任北部战区副政委 战区陆军政委 林焕新此前担任中央军纪委副书记 7月31号刘青松以东部战区政委的身份 出席八一建军节军政座谈会 证实刘青松从北部战区政委调任东部战区 据媒体8月2号报道 原任中共西部战区副司令员的乔香继 日前以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的身份 出席活动 原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的张健 则以西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出席活动 显示两人一缕心直 根据南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 该战区8月4号举行备战打仗实际报告会 战区副政委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尹洪文主持会议 这是尹洪文首次以该身份公开亮相 之前尹洪文是东部战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上诉中共频繁的人事变动显示多与政公干部有关 习近平此番人事大调动 其用意不外让各战区政委与司令忽不熟悉 彼此难以形成密切关系 让他们互相防范甚至互相监督举报 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其本人的统治 7月31号 习近平正式任命王后兵和徐锡胜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 显然原火箭军的司令吕毅超和政委徐东波已被免之 中共的政委主要职责就是监视军队中的军事主观 专门负责打军队司令的小报告 火箭军政委被免职 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恼火火箭军的政委 没有及时的发现火箭军司令的所谓问题 古语说 唯莫唯于任夷 就是夷人不用 既没有比任用不信任的人更危险的了 有人对此进一步解释说 上与于下 必无重用之心 下与于上 事不能行其政 上下相宜 事业难成 悠有威王之患 当军队中的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军事政变发生的概率必将大增 有暴露消息说 习近平现在疯狂整肃军队 习跟军队的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白说话的程度 习近平查办 李尚福 张声民 刘真丽 目标直指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张又霞是二十大习近平非法政变 非法连任的主要功臣 习靠着张又霞王小红得以连任 连任成功以后 习一定会反手拿下他们 因为张又霞王功高震主权势熏天 一个掌握枪杆子 一个掌握刀把子都对习近平的独裁构成了致命威胁 习在军队的监军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少军 中少军就说说张又霞是第二个林彪 习近平打掉李尚福张声民刘真丽 等于减除张又霞的雨 是最后对张又霞动手的前兆 张又霞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有消息说上个周末王小红逆会张又霞 王小红与张又霞在京西宾馆逆会一下午 王小红傍晚才离开京西宾馆 张又霞有可能联手 有消息说张又霞联手可能会公开要求清军策 张又霞提出要把中少军调出中央军委 并且释放以前被抓的高级将领 而王小红可能针对他的仇人丁学祥 要求习近平拿下丁学祥 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王直接针对习近平 要求习近平对当前的政经乱局负责 鞠躬下台 由王沪宁担任代理总书记 其实清军策也是针对习 中少军是走狗 他无足轻重 丁学祥现在也过气了 也不被习近平信任 清军策的目的还是逼习近平下台负责 如果以上消息属实 那中共将迎来一场大乱 有人形容说 目前的政局是文革以来最乱的 超过了八九六四 因为六四军队没乱 而现在军队乱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不断被查被抓 甚至远超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毛泽东也懂得说全国可以乱 但是军队不能乱 现在习包子是全国不能乱 军队可以乱 这种愚蠢的狂妄的心态 一定会激起兵变 酿成大祸 张又霞在军队深耕多年 军队现在已经号称是张家军了 军队是张家军 公安系统是王家军 张广两军要兵河一处 习近平不死也难 有中共元老就说过 不用我们反习 元老就说不用我们出来反习 习近平这样蛮横愚蠢 不可一世 最后一定会有人反他 有他众叛亲离的那一天 我在节目中我也总说 古人云永尔无辞 直取死地 习近平就是这样 永尔无辞 直取死地 他现在就直奔死地而去 习近平现在这样疯狂 整肃军队 五毛大外宣奔纷纷洗地 这些五毛我看在网上说 你们这些反贼 不是攻击中共腐败吗 现在习总开始大力反腐 你们怎么还攻击 其实自习近平上任以来 一直他搞运动式反腐 选择性反贪 还说反腐败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 已经到了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的新局面 既然反贪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了 怎么现在贪污的还这么多 还要抓这么多高级将领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贪腐的越来越厉害 都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 不收脸的 继续贪的 不就说明这十年多反腐根本就不起作用吗 反腐败不是单单的反腐的问题 而是制度性的问题 独裁专制必然导致腐败 民主法治才能保持政治青年 反腐不是习近平的目的 整肃一己才是他的目的 还有真相反腐 他就反反了自己家人的腐 他的弟弟是远平 他的姐夫是孙家贵 他姐夫吴隆 都是最大的贪腐分子们都倚仗着习近平的权力 必然要搞政治运动 接下来就要搞政治运动 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 农业合作化失败 就搞反右 大跃进失败 就搞文革等等 经济失败 用政治运动来转移矛盾 维护政权 疫情三年经济崩了 包子边深刻腾政治了 搞反腐 除了内部大清洗 接下来 习还有可能在台海动武 用战争来转移世界 巩固地位 官媒这两天叫嚣战争 甚嚣沉上 官媒在鼓噪打仗 台海兵凶战危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最近有两个爆料 一个是上海国自委主任白廷辉被查 另一个是黑龙江政协副主席李海涛被查 都是在中共宣布之前 我们爆出来的 这个爆料都非常准确 我们说爆料就是准 白廷辉是李强的白手套 李海涛是栗战书的白手套 白廷辉现在被押在北京 正在交代他跟李强的权钱交易 习近平掌握了李强贪腐的把柄 即使不动李强 也能让李强诚狂诚恐 乖乖听话 而黑龙江政协副主席李海涛被抓 是针对原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 有消息说李海涛在北京的房子被翻了个底烧天 被中纪委翻了个底烧天 找到了李海涛和栗战书勾结的大令证据 栗战书现在真正的是战力不安了 毛泽东当年是用走资派的名义整干部 习近平现在是用贪污犯的名义整干部 两个人殊途通归 实际上都一样 就是整人 中共的干部现在无不反感习近平 全都反感的 而一个全体官员都反感他的皇帝 肯定他是走不远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明朝末期 也跟文革末期很相像 网上有一篇网友的短文说的就是文革末期的现象 这是作家隆东的短文 他说文革时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的 我来简单说说 文革后期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明白了什么 忽然全都静下来开始反抗 接踵而至的是全体消极代工 所有开会的都打盹 有些人故意打呼噜 发言的都是有气无力的 夸张说大话 哗众取宠 领导对下属基本闭眼不管 下属对煞有介事的领导 基本都是毫无教养的撒扑耍横 公开骂大街 甚至动手打人 所有人都一天到晚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一切手段 维护自己可怜巴巴的小家庭生活 烹饪打家具 传收音机电视机 偷鸡摸狗 搞搞男女关系也时有发声 不过捉贼捉脏 捉奸见霜 谁也懒得关心人家的闲事 谁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谁都害怕惹麻烦 引火烧身 总之全体人们以力气对待这个社会 文革就实在搞不下去了 改革开放就是一次必然的环节手段 所以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让我们鱼无声处听惊雷 我们就看大戏看好戏吧 一个痛快凌厉的大结局正在到来 大家得乐观起来 又到欢乐环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大家看这个上游新闻 普京说的 我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这个特殊的感情是什么 就是80美元一桶的油卖给中国 36美元一桶的油卖给印度 绝对相信这是特殊感情 卖石油给中国是80美元一桶 卖给印度就便宜36美元 这就是普京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关于郁制蔡经销员 央广网评说 郁制蔡经销员其实是食品安全的提升 你这么说 这不纯属胡说八道吗 网友评论说 那首先央视食堂你们试吃吗 你们敢吗 你们央视的食堂用郁制菜吗 大家看这个 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食用盐 滴纳盐 未加点食用盐 给亚运会各国选手吃的 就是什么都没加的 纯食用盐 给中国老百姓的 就添一些烂七八八的东西 共产党的心肠太好了 这是江西一家医院的通知 让医生们上交汇款 让医生们交钱 把不乏所得全得上交 上交多少钱 是以你上交到可以安心睡觉为止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 就把那个钱数上交上来 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安心睡觉 多少钱能安心睡觉呢 看这个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 谢谢大家 我们下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